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 视窗程式设计里面的CAREAR CAREAR 它有点像是你手上拿着 一点的名片 那你按照你的需求 往下翻一张 所以我们 可以想象一下 你在这个程式里面 它有很多页面 每次你就只显示 其中一个页面 所以在外观上看起来呢 它会把很多的元件 按照你加入的信号 顺序呢 跌成 上下交跌 所以你每次只能看到其中一个 卡片 那 当你没有设定任何 Layout的时候它会以这种CARE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基础的设定 所以它是预设的一种布局模式 那什么时候你要去使用到它呢 当你想要切换画面的时候 假设你有十个画面 那你可能按照不同需求 依序呢 会有不同的画面显示 这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种Layout 好 那CAREAR呢 常用的方法有 跑到第一张 移动到第一张 第一张卡片 或是前一个卡片 那Next就是往下一个卡片 那Last呢 就是最后一张卡片 好 那假设呢 我们想要做一个 这个 好 我们 这边有一个范例就是说 假设呢 我按了 我们加了 五个按钮 五个按钮 然后每次按 各位可以看到 红色这是一个按钮 按下去呢 它会换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再按下去呢 它会变成黄色 然后Button是不同颗 再来呢 是第三颗 好 这是第四颗 好 那我比较特别的是 到这边的时候 我再按下去 它会退回到这一颗 好 再按下去 会退回到这一个 好 再按下去 会退回到这一个 所以它就会在这边一直循环 好 这有颗按钮 一直按的话 就会这样的循环 假设我们要做到这样的功能 好 应该怎么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该怎么写 好 一样的 我们要一个组程式 好 然后呢 写一个这个卡列要的 这个类别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执行的时候呢 像这样子 我按下去会0 1 2 3 4 这是4了 已经是第五个按钮了 按下去它会回到第四个 好 以此类推 回到0 好 所以它就这边反复的循环 假设我要这样的功能 该怎么写 好 看一下 好 这个呢 一样呢 我们 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它这边 会有一个卡列要 卡列要的方式呢 好 我们假设了这个卡列要的 名字叫卡 好 这个物件名字叫卡 然后去另一个卡列要 就这样子 接下来呢 Button 好 Button 我们有五个Button 然后我要判断说 我现在是从0一直到4 还是呢 由4往0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一个flag 用来标示 然后这个0呢 代表 我要去记住 我现在是按到哪一个 好 哪一个按钮 这是我们在控制 往前往后的一个方法 所需要用到的一个 所以值 好 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建构源 建构源去呼叫 私有的initial component 好 这个component进来的时候 设定四双大小之后 我们去设定它的 列要为卡 刚刚我们已经建构了 卡这个列要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为了要 让各位比较明确的 可以看到不同的按钮 它的背景色 所以呢 我宣告了一个 颜色的物件阵列 颜色的物件阵列 从红色 蓝色 黄色 这是阳蓝色 再来呢 是绿色 好 然后呢 我们建构 这个forward圈 就是建构这个什么 建构这个 建构这些button的 把button建构出来 然后后面加上编号 好 然后呢 设定button的字体 再来呢 设定button的背景色 再来呢 我们针对每一个button 它所要执行的ActionListener 好 请听器 要做什么事情 好 一样的我们 有很多 按钮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按钮呢 能够把它简化它的写法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 按钮按下去 触发之后呢 我就直接交给 这个button BTSActionHandle了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函式 好 这个函式呢 在底下 怎么做我们待会再详细讲 但是这个函式 它需要我们传入一个 好 这个函式需要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ActionEvent 好 所以我们就把A1 上面这个 触发的时候ActionEvent 把它架了 把它设定过去 丢给这个 它就可以去做 好 那接下来 它就是一样 跟其他flow layout一样 我们是 直接this.add 加个什么 把这个button呢 建构出来之后 ActionEvent 也做好了 再把它加进去 加到这个 依序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当你按下去 做要做的事情 由这个button ActionHandle 来做的时候 它要做哪些事情 那跟grelayout的例子一样 我们这边呢 因为进来的 我们要看 它是哪一个事件去触发它 到底是哪一颗按钮 所以我们有一个暂存的 暂时的一个button 然后呢 用1 这个触发这个事件 去get the source 到底是谁 那从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全部触发 这个ActionEvent ActionEvent的部分 都是什么button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这个button的物件 然后这两个呢 是为了要追踪城市 执行的这个过程 所以大单纯只是 在console界面 这个console界面上去 显示现在的状态 好 然后呢 判断一下 如果说flag是true 代表说我现在是从012 一直往下增加 往下跑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那可是我们一直按 往下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已经到底了 所以我们就用index来判断 如果它还是小于5的话 小于5的话 代表什么 它还是可以继续按 它还是继续往下 好那 按下去之后 它先做一件事情 就index先加加 值先加1 如果加完的值 刚好等于4 代表什么 它已经到最后一颗按钮了 我们刚刚有讲过说 01234到第4颗按钮 好 01234 最近是第5颗了 它编 它编号是4 但是它事实上是第5颗 好 如果已经到最后了 我们就开始做反向的动作 那反向的动作是flag 等于not flag 就是把它本来是true 可能就做一个反向 就会变成force 好 然后呢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的这个动作呢 换下一个物件 是说 car layout 我们刚刚有讲过它像卡片 所以就换下一张卡片的动作 就是用layout car的这个layout 去点什么 next下一个 那比较特别的是 next的括号里面 它还有一个说 到底是 针对哪一个的layout 哪一个的这个 所以在这边呢 是它的parent 那就是this 就是本身 friends 这个视窗本身 所以就 这边打this 好 那如果 下一回 你在按按钮的时候 它判断如果的flag呢 不是true 就会跑到s这个部分 好 那显然就是递减嘛 那它一定要判断 那它是不是大于0 大于0 如果说它还是 它已经到等于0了 代表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到头了 我就要 它就不会执行这个 好 那index 大于0的时候呢 就先减减 减减完的结果 如果是等于0 代表什么 它已经到最什么 它已经到最前面了 所以它就要把它做转向 把flag再由force呢 做lot的动作就变true 所以就会变成 下一次再按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增加了 好 那 既然是向前的话 所以car呢 它就不是next 它就点 点什么 它的messor 就previous 好 previous 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团片 我们这边有提到说 它常用的方法 messor里面有个叫previous 前一张 ok 所以呢 这时候呢 previous 里面也要传入一个参数 它的parent 是什么 this ok 所以它这样子 就可以逆回去 我们再reveal一次 看成是直行的样子 按下去 这都是next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next 按按按按到第四个的时候 它这已经编号4 但是它事实上是第五个 再按一下它就往回了 就回到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这边 来来回回 这就是car layout的一个例子 好 那car layout 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来 跟各位讲一下 所谓的综合运用 那因为我们在一个市场上 你很难说 只用单一一种layout 就可以完成 这时候你要 这个整合运用这些所有的layout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小算盘 小算盘呢 你会发现它是有上方的显示资料 跟下方的键盘区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会在四双最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四双第一次使用就是使用board layout 那board layout 就会上方的部分我们nose呢 北方呢 就会用什么 文字栏位 或者是label 好那待会我们会用label的方式来显示 好 好 好 那label在北方 那底下呢就是键盘区 好 所以呢 接下来 因为呢 上方 它只是要放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panel 好 我们加一个panel 好 我们要加一个panel 那你不加panel也可以 你只要在北方加入一个label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后在底下呢 这个panel的部分 我们因为是要放16个物件 好 16个button的物件 所以呢 这个盘子呢 这个panel 就要设定什么 把这个盘子 的这个layout呢 设定成什么 grid layout 然后它是 有四个raw 四个column 四个raw 四个column 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好 所以你在按照我们之前grid layout的方式呢 把这些东西加到panel上去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OK 所以我们在程式里面 好 四双程式里面可以设定layout的部分 好 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 一个是什么 可以设定layout的就是四双本身 好 四双本身 再来就是什么 panel 好 这些panel包括这个 score panel 或者是panel 这些呢 都是可以用的 那包括未来我们会讲到swing的部分 一样这些panel也是可以设定好 各种的layout 好 所以 各位可以去 好 练习看看 我要怎么样在一个四双里面使用不同的layout 好 然后 让这个四双看起来非常的好 方便操作 以上给各位好参考 好 好 好